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可能真的存在超自然力量 也因为这件事情 我才开始系统研究神秘文化 研究古代文化 才有了现在这个号 现在想想也是一种宿命了 好了 现在具体讲讲这件事吧 我尽量完全可观 全部真实讲述整件事情 事情发生在七八年前 地点是深圳南山腾讯大厦后面的一个老小区 这个小区风水不好 它正对着南海大道 楼下还是两条路的交汇处 有点剪刀煞的意思 它的造型也很奇怪 它的楼下花园不在一层 而是在三层 好好的大楼突然在下面鼓出来的一块 而且只有单独一栋楼 孤零零的 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墓碑 七八年前 我还在腾讯做游戏 当时游戏部门在腾讯大厦旁边的万里达大厦 觉得这个小区比较近 房租也便宜 就租在了这里 当时我和女朋友住在这里 养了一只小猫 这是一只蓝猫 特别小 才一个半月 特别年人 整天追着人脚跑 像粘在了脚上 我们怕踩到他 每次下脚都特别小心 简直像闯入了雷区 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活地雷 活地雷在这里就住了一个月 就出事了 事情的起因 是因为一个古曼童 当时有个北京的朋友 托从香港给他带一个古曼童 因为深圳离香港比较近 这东西也不能发快递 只能人肉去取 等下个月去北京带给他 我托一个香港同事拿到了公司 也觉得有些邪乎 没敢往家里放 就顺手锁在了公司柜子里 然后就开始倒霉了 真是倒霉 好好的工作突然状况百出 原本谈好的合同 对方突然要解约 哪怕吃官司也不履行了 也和家人也各种吵架 整个人负面情绪特别大 像吃了枪药一样 后来有个朋友觉得不对 就私下里问我 你最近怎么这么倒霉 不会撞的邪了吧 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想了想 他妈的 会不会是那个古曼童倒鬼 我就赶紧问了问那个朋友 这鬼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那个朋友说过 古曼童就是个小孩 很小心眼 让我千万要招待好他 经常给他点小零食 玩具什么的 不然他会不开心 我心想 完蛋 感情还真是撞邪了 好容易挨到晚上 我咄咄嗦嗦打开保险柜 顺手把桌子上的可乐 巧克力给他丢进去一些 低声说 小娃娃 你别给我捣乱啊 你爸爸在北京 过几天就给你送过去 可别折腾我呀 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要是说当天就转运了 那绝对是胡说八道 但是从那以后 确实运势一天天好了 工作慢慢理顺了 家人也和解了 就连路过彩票店 顺手买张彩票 都中了八百块 可能有人觉得 这古曼童还不错呀 看来还真要去请几尊供奉 狗屁 大家马上就知道 这玩意儿有多邪乎了 可千万不能碰 再去北京的前一晚 我咬咬牙 把古曼童拿回了家 放在了客厅里 想着第二天赶紧给他送走 我习惯晚睡 一般都要凌晨二三点才睡 结果那天晚上 突然感觉很累 眼皮睁都睁不开 身体也很沉 像是感冒了 胡乱挨上床就睡着了 当时感觉很累 眼睛合不上 但是意识很清醒 就像进入了梦魇 这时 我就清晰听见 客厅里传了一阵 啪哒啪哒的声音 就是一个小孩子 光的小脚压在地板上跑 还有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 那种童言无忌 无忧无虑的笑声 接着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了 接着就听见他爬上了床 然后捏手捏脚到了我身边 慢慢靠近我 好奇地在看我 这些都是感觉 那种感觉极度逼真 我甚至能清晰感觉到他的呼吸 虽然他应该没有呼吸 感觉到他毛糊糊的头发 感觉到他的眼神 我拼命想扭动身体 却一动也动不了 这时就听见一声巨吼 那是一个霹雳雷霆般的怒吼声 仿佛红中大驴 又似金刚怒吼 严肃 红大 庄重 猛然发起 又戛然而止 声音短暂而红裂 音节类似啊 或者渣 很短促 这个声音特别大 就像有人听尽所有力量 在你耳边猛然喊了一声 震得我的耳朵嗡嗡响 震得整个房间速速往下掉灰 震得整个世界摇摇欲坠 随着这个宏大庄严的声音 我就感觉那个小孩子 或者说周围一切的痴美亡凉 瞬间灰飞烟灭了 整个世界变得干干净净 我也终于从梦眼中醒过来 坐了起来 然后我突然开口 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这句话 把在旁边看电视的女朋友吓着了 我定定地说 火地雷死了 七八年后的今天 我也不知道 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还有我为何突然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完那句话后 我们就开始到处找火地雷 床底下没有 桌底下没有 厕所没有 客厅没有 房间没有 厨房也没有 我仔细看了看 只有客厅顶端的通气窗开着 但是理论上说 它是不可能跳下去的 除非它能凭空跳起来两米多高 它才是已知不到两个月的小猫啊 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后 再不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 我们住在十四楼 大家常说 猫的平衡力很好 它从十楼跳下去 可能摔不死 所以我们马上去找它 我随便穿了件衣服 拿了一个手电筒 还有一把刀子 和女朋友 两人下去寻猫 出门时 我专门看了一下时间 当时是十二点零五分 抛出我们在家里找猫的几分钟 我刚才被那个声音惊醒时 正好是十二点左右 之前说过 我们这栋楼很奇特 它的花园没有建在一楼 而是在三楼 所以它要是跳下去 那就肯定在三楼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三楼 电梯是老式电梯 灯光扑闪扑闪的 像是坏了 电梯一打开 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整个三楼 所谓的空中花园 其实是一个废园 好多人直接从楼上往下扔垃圾 也没人清理 底下堆成了一个个垃圾山 荒草丛声 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灌木丛 草丛 而且灯全坏了 只有电梯口 有盏悠悠的灯泡 其余地方漆黑一片 这怎么找 就在绝望时 我听到草丛里传来了一声猫叫 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活地雷的声音 我经常加油 有时候很晚才回来 但是不管多晚 不管它在吃东西 还是睡觉 它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都会拼命跑过来 扑到我身上 然后抱住我的腿 发出呼噜呼噜的哼唧声 刚才那个叫声 就是它极度满足的哼唧声 我的地雷还没有死 它就在草丛深处 它也许受伤了 也许腿断了 也许肚子被祸开了口子 也许在流血 它在等着我拯救它 我不再迟疑 让女朋友待在电梯口等我 自己一手举着手电 一手拿着刀子 过去找它 那是一个极度黑暗的夜晚 黑漆漆的天空 黑漆漆的荒野 天空上惨淡的几缕云彩 连一丝月光都没有 脚下坑坑洼洼的 全是断石 垃圾 密扎扎的灌木丛 我举着昏暗的手电 在灌木丛中低声呼唤着它 我找了一块地方 又找了一块地方 突然 我听到前面传了一阵 稀稀苏苏的声音 我兴奋了 是地雷 我奔跑过去 发现前面是一个汉厕所 三楼花园角落里 为什么会有一个汉厕所 也很怪异 而且 这二山汉厕所造型也很怪异 原本刷成了白色 后来尤其脱落 看着很像靠墙 竖着摆放的两口棺材 我没多想 试着推了一下 厕所门竟然从里面反锁了 我一下子火了 一脚踹开了厕所门 然后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第一个厕所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厕所 有一只很大的 差不多有暖水壶 那么大的一只巨鼠 那只巨鼠并不是爬在地上 而是像人立在那里 直勾勾地看着我 当时的感觉特别怪异 昏暗的手电筒光线下 你根本看不清楚巨鼠的表情 但是你却能清晰感觉到 那只巨鼠对你的不屑 而且在质问你 凭什么闯入它的领地 如果是白天 或者说其他环境 可能你都会觉得 这个场景非常可笑 一个人竟然会被一只老鼠吓住 但是在那种气氛下 你真会感觉到无比恐惧 但是愤怒压过了恐怖 我握着刀子 用冷冷地带着点颤抖的嗓音 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他 我是来找我的猫 不管谁阻止我 我一定杀掉他 他毫不畏惧地和我对视 用一种完全戏血的 轻蔑的眼神 你看不到 但是能清晰感觉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只有几秒钟 也许有几分钟 那只巨鼠发出枝鸭一声叫 然后跳进汗厕所的粪坑里 消失了 我的神经才松懈下来 深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整个后背都湿透了 我继续寻找小地雷 整个花园实在是太大了 我找了一层又一层 到处都是一个多高的灌木 微弱的手电筒光 根本看不到 黑压压的草丛里 要费劲扒开 才能看清楚地面 就凭我自己 根本不可能找到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想着我的地雷就在我身边 它就再不远处痛苦挣扎 流血 身体渐渐变冷 然后死去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它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对着远处 黑压压的灌木 撕心裂肺 喊了一声地雷 我的声音 充满了凄凉和悲怅 我知道 我要永远失去它了 就在这时 超自然事件 或者说神级出现了 我之前说过 所谓的真实的超自然事件 一定是在你清楚的意识中 发生的彻头彻尾的物理学上的改变 这才能证明是真正的超自然事件 当然 在我眼前就这么出现了一幕 在我身上清清楚楚出现的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真实实的 不夸张 不作为 完全真实记录下来的场景 在当时 原本是漆黑漆黑的夜晚 周围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灌木丛 微弱的手电光 只能笼罩周围一米远 突然 我眼前出现了一层白雾 接着白雾慢慢散开 我就感觉周围的光线明亮了一些 身旁的灌木丛 从漆黑变成了灰黑色 接着变成了浅灰色 然后是灰白色 就像日出前的几分钟 天色突然由黑砖白了 是的 在那一瞬间 天访佛亮了 接着 在我眼前 陡然出现了一个光柱 光柱是七彩色 像一道彩虹 以我为起点 贯穿了大半个花园 另一头在一处灌木丛中 我的视线随着光柱走 是的 视线感觉是弯曲的 像是穿越了一个孤行隧道 然后就清清楚楚 看到了隧道另一段的场景 在这个光柱隧道尽头 是一个半米高的灌木丛 灌木丛里有许多垃圾 最上面是一个干瘪的可乐罐 甚至能看清楚可口可乐的logo 在这个可乐罐旁 就躺着我的小地雷 我最亲爱的小地雷 他在看着我 我清清楚楚地看着他 就像他清清楚楚地看着我一样 他的脑袋是扭过来的 正对着我 我甚至能感觉到 他还冲我叫了一声 我大吼一声 我找到地雷了 然后我撒腿就往那里跑去 我跑得如此快 后来我在天亮后看过 那块地方是垃圾最多的地方 全是一两米高的灌木丛 以及许多断掉的石桌 事宜 但是那个晚上 他们像是根本不存在 我几乎是一瞬间 就跑到了地雷那里 我跪下身子 颤抖地伸出手 香精紧抱着他 想带他回家 想看看他的伤眼不严重 但是当我的手触摸到他 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已经死去多时了 身体僵硬 已经凉了 我就跪在那里看着他 他的头几乎转了一百八十度 用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 硬支撑起来 朝着远处看着 那个方向 就是我一路跑过来 找他的方向 他是在看我吗 他已经死去已经了 还在挂念着我吗 我的眼泪大滴大滴落下去了 我女友站在电梯旁 他没有手电 过不来 在旁边大声喊 他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 我没有说话 我脱下毛衣 将他好好裹住 抱在怀里 我已经把他弄丢了一次 这次不会再把他弄丢了 我抱着他 像是抱着整个世界 一步步朝着电梯口走过去 我用脸贴着他冰冷的身子 告诉他 不要怕 爸爸现在带你回家 走到电梯口时 他的身子突然猛然挣扎了一下 真的是猛然挣扎 我用毛衣 把他裹得很严实 还打了死结 但是当时他却像泥丘一样 一下子钻了出去 摔在地上 从毛衣里滚了出来 小小的身子 一口气滚到了女友脚下 滚到了电梯口 我平静地说 他可能最后想看你一眼 女友蹲在地下 放声痛哭 这时 我发现电梯上 有一个白色的影子 像是个姑娘 穿着一个白色的连衣裙 个子很高 电梯只反射到她的脖子 我当时特别累 也没多想 觉得是我女友 在电梯上的倒影 后来埋葬了地雷后 回到家里 再讨论起这件事情 才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我女朋友 当时并没有穿连衣裙 而且也不是白色的 那当时那个电梯上的白影子 又是谁呢 后来才听说 这三楼不太干净 有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 跳楼了 摔死在这里 所以三楼才会如此破败 怪异 经过这个夜晚后 我们都大病了一场 休养了小半年 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而活地雷 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禁忌 很少再踢它了 只是偶尔 在某个深夜 我心情抑郁 在某个旅途中 看到一只怯生生的小猫 在某个寒夜 突然回想起了往事 我还会想起它 想起它撒娇的呼噜声 想起它僵硬的身体 想起那个黑暗的夜晚 我疯了一样呼唤着它 我很难过 我只是养了它一个月 它却用钟声来报答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 可能还不只是钟声 好多年后 我离开深圳 去了北京 遇到了一个义士 这个义人很厉害 也指点了我很多东西 我就和他说了这件事情 当时突然天色变亮 当时突然出现了光珠 当时那个鬼魅的白色影子 这个义人就感慨 说我还是年轻 根本不知道 这只猫对我有多好 他说 那只猫呼唤着你 让你过去 以及最后挣扎着 从毛衣里出来 并不是要最后 看你女朋友一面 而是要救你们 你之前说 那个电梯上的 穿白裙子的女人 应该是个恶灵 那个晚上 黑云压月 怨气冲天 连巨鼠都要藏起来 这是索命的天象 你想想 电梯才多高 怎么可能 看不到人的头呢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那女人当时 悬浮在半空中 俯视着你们 所以才看不到头 那只猫 它虽然死了 还是坚持 用了最后的灵力 拼尽了最后一丝力 保护了你们 要不然 你们现在可能 是个死人了 我强行压制住了泪水 颤声问她 那活地雷呢 她就叹了一口气 说冒咪最后的灵力 是保佑她渡轮回 穿六岛的 这口气万万不可耗掉 要是耗尽了 她就真要魂飞魄散了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抓住居士的手 问她 如何才能拯救她呢 老居士叹口气 所谓的魂飞魄散 并不是彻底灰飞烟灭 毕竟猫的灵力还是很强的 只是魂魄消散在了天地间 要是能聚集起来 还是可以投胎转世的 她说 你就多给她祈福吧 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事 这些都是念力 等念力够了 她就会转世了 后来 我在寺院给小弟雷做了一场法事 为她祈福 也写了她的故事 和很多人讲过 也是给她凝聚念力 希望她能聚集魂魄 早日投胎转世 过好下一世 也希望看到这个故事的朋友 能告诉其他人 为她祝福 曾有一只猫 爱我如生命 也希望这世上有一个人 一只猫 如此爱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